咦?主人今天好像穿了新衣服 是? 說來就來吧 歡迎新朋友 歡迎歡迎 大家好 怎麼來的衣服這麼遲? 什麼遲? 直接一樣 閘著 什麼一樣? 我的班尼路來我 他? 不知道是什麼雜牌來的 你認識什麼? 我這叫國潮 好喝啊,純色T 但很明顯我比較成熟 老爺老爺你 不過主人又是 一點新衣都沒有 同一款款式買兩件 很尷尬的 什麼兩件? 跟我們差不多一樣的T恤 主人還有六件 怪不得 主人買好的時候眼都不眨 我以為他對我一見鍾情 原來只不過走過流程 主人有這麼多件同款T恤 那我就沒什麼機會讓他穿了 哦,這層你又可以放心 主人不是這種人 他的衣裙中中衣平等 每件都有機會上位 不過上了位之後 就很難下來了 什麼意思? 首先這位衛衣兄說 你覺得他被主人穿了多久? 看他這顏色這麼潮 應該都是這兩年才來的 衛兄 你告訴他自然在這裡做了多少年 我已經割了五年了 而且我其實是一件純白色的衛衣 那為什麼? 哦,被主人穿了這麼多年 多少有些髮王 那叫多少有些? 還有這位短父兄 都可以說是一位資深老員工 喂,Hello 這位兄弟看起來也挺年輕的 確實 因為他是一條校服褲 蛤?主人還在上學嗎? 哦,不是 主人已經畢業了很久了 不過現在還很喜歡穿著我睡覺 主人讀高一的時候 已經穿著我了 算起來算起來 他已經穿了我十幾年了 十... 十幾年? 哎,十幾年算什麼? 我們就還有一位底腐叔 陪了主人差不多二十年了 被主人磨得蓉蓉爛爛爛 只有橡筋在這裡 今天一嘴出琴 都這麼多年了 主人為什麼還不讓底腐叔退休呢? 主人是不是舒服啊? 你穿得好像沒有穿 哎,話說回來 想問問這麼多位大哥 我還在這裡逗留多久 主人才會拿去洗呢? 蛤? 要洗洗的嗎? 蛤? 不洗的嗎? 當然不洗啦 一點都不man 蛤? 放在這裡又不洗? 那怎麼穿啊? 就這樣穿 沒什麼就行了 穿哪件衣服出街好呢? 這件沒什麼? 就穿這件吧 如果有耐勢 我想做女裝